科技的發展協助不同人士解決他們的生活所需 令大家的生活更加便利 接下來都有一個關於創科的比賽 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此情蜜博今天找來幾位初創的朋友 跟他們一齊了解一下 在這個城市當中 怎樣可以實行創科技術 Sauce 你好 你好 Daphne 你好 你好 最初為何你們會有一個智能洗手間的概念 主要針對的對象又是甚麼人 我們的智能洗手間主要是商用的環境 尤其是市民出行的時候 如果想找廁所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就可以告訴他們 哪裏有乾淨和不用排隊的廁所 尤其是殘疾人士或抱著嬰兒的媽媽 他們想找育嬰素或無障礙的廁所的時候 就很需要一個這樣的系統 告訴他們哪裏有一個有限量的廁所 現在說到比賽的話 Daphne 接下來也有關於創科的比賽 其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多些 你就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士 當初其實怎樣可以開始到第一步 我覺得當初我們開始第一步 其實就一開始就製作了一些產品的圖片 就拿給那些客人看線 就看他們有沒有興趣想買這個產品 到他們真的想付錢買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一步一步 開始根據他們的一些要求 把產品製作出來 其實這次的比賽 都有一個頗重要的主題 就是針對弱勢社群的一個聯繫 例如長者或小朋友 對於準備參加比賽的朋友 你有甚麼建議 我覺得對準備參加比賽的朋友 他們可以快點跟不同的社群 或者長者談談 看看他們真實上有甚麼要解決的問題 特別是最近疫情 其實多了很多新的問題出現的社會 他們可以運用起學校學到的軟件 或者硬件或者其他不同的技能 去嘗試做一些新的產品或者解決出來 去嘗試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會對他們以後 成為發展一個很好的計劃 剛剛就聽過Source和David的分享 之後我們再找來另一位的業外人士Richard 跟他談談智能科技 可以怎樣協助到長者的日常生活 Richard 其實知道你最初是做玩具行業 但為何突然之間會有個想法 轉移去研發一個智能拐杖 其實智能拐杖在我自己的經歷中 其實沒有關於這方面的行業的知識 最主要是我姐姐本身 因為她當時在我工作的時候 她就因為有一個癌症 但同時她很多時候 因為身體變差了的情況下 她都很抗拒用一些輔助到播行工具 其實當時我們都不太理解或明白她 到了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故之後 我開始明白到原來當一個正常的人 如果是一個身體慢慢改變的情況下 其實可能她要面對很大的自尊心 或者一些可能的自信問題 所以她就很抗拒用 所以令到我有些觸發點 就是怎樣可以透過這些愉快的經歷 透過我本身的能力 然後去改變這個社會 或者改變的世界 其實實行都很重要的 不過怎樣踏出第一步呢 如果是真的給你去說的話 怎樣可以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做多些的跟科技相關的研究 或者是有一些產品 可以幫助得到有需要的長者、勞人家 其實比賽來說 就可以給我們自己 由我們的想像 或者我們的構思 怎樣可以逐步逐步跟著一個目標 去踏實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目標都希望可以完成到我們的產品 或者我們希望可以給多些人 給多些意見我們 無論一些好的意見 或者一些可能他們看法不負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只能夠從他們的意見裡面 我們才可以不斷去改善 我們產品的設計或者工人 所以其實比賽對一個成長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經驗 智能產品就幫助到不同人 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好像當初Richard 都是因為在生活當中發現了一些問題 想去解決 你有甚麼建議 給接下來參加創科比賽的朋友 就著這些主題好好發揮 OK 我覺得其實創意的方面 我們不要給一個框框 框了自己的思考 其實我們可能透過自己的想像 或者我們的構思 去逐一將一些問題去解決 如果我們純粹用以有的技術去做一些產品 或者一些設計的話 其實那個創意出來的效果未必那麼理想 反而我們要挑戰我們自己可能能力範圍內的東西 其實才可以踏盡另一個階段 創新的意思就是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如果用以有的技術去做的話 其實往往都未必能夠做到創新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要踏出第一步 參加比賽 從而第二件事就是不斷去評論幾件產品 第三件事就是針對使用群的目標 將我們有限的資源 配套到合適的人士去做 其實整件事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最重要就是做多些嘗試 我和真的想一想 如何將科技融入不同的生活家居產品當中 以協助一些制衡弱勢人士 可以解決他們生活的所需 多謝Richard的分享 謝謝 拜拜